Chung Sang 大家好,我是兵将李英正 今天我们要学韩文共业法 韩文共业法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学好韩文的字 第二个步骤要学好韩文的数字跟基本单字 第三个步骤就是要学韩文的助词跟动词变化 那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到底怎么学 第一个,韩文的字 其实韩文的字看起来很难 但是就是母音跟子音合成的 而且母音只有十个,子音有十四个 所以二十四个子音母音就学好的话 所有的韩文字都可以学好的 所以学韩文之前必须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学好韩文的字的话 后面学的比较轻松一点 一定要学好韩文的字音 而且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 只有三个小时认真学的话 就可以学好韩文的子音跟母音 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 我们要差不多花五个小时 学好韩文的数字跟韩文的基本单字 当然是数字是学语文的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韩文也是一定要学好 然后韩文的星期或者是早上中午晚上或者周个礼拜 这些的单字一定要学好 然后最重要的单字就是在下面的这一类 假如说什么时候 谁 还有哪里 还有怎么 还有为什么 什么 多少 几 类似这种单字是 其实学语文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种词 所以一定要好好学 学好了之后要学什么东西呢 要学韩文的助词跟动词变化 那韩文的助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助词就是类似这种的 和还有拔 旧 王 像这些的单字的 这个一定要学 然后呢 动词变化 其实很聪明的同学 仔细看的话 看得出来他们有规律的 假如说去 是吗 那 가다 갑니까 갔어요 갈래요 가자 가세요 가지마 看 보다 봅니까 봤어요 볼래요 보자 보세요 보지마 做 하다 합니까 했어요 할래요 하자 하세요 하지마 其实仔细看的话 看得出来有故意者的 是吗 所以这种的动词变化 要学十二年 我为什么说十二年呢 因为有一个小朋友 就长大 然后国小毕业需要的时间 就是十二年 所以至少要国小毕业以上 才算是母语 是吗 所以如果把你们的韩文 要学到母语者的程度的话 我自己觉得是应该至少需要十二年以上的 所以我这样子额定时间 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三个步骤 韩文字 数字 助词动词变化 这种的步骤 然后你们要好好认证学韩文 打断 256 9